关注这个片子的你肯定知道 这部电视剧参考了马伯庸的小说 而剧中最大的矛盾就是汉宪帝有个双胞胎弟弟 但是我们翻开后汉书 却发现汉林帝只有两位皇子和一位皇女 那真实的历史上 汉宪帝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双胞胎弟弟 对于此事我们还是应该关注一下他老爹 汉林帝 汉宪帝可能真有弟弟对于皇帝来说 想有孩子就得先信 宪帝的父亲林帝不仅在后宫妃嫔众多 而且还特别喜欢林姓自己身边的宫女 只要是汉林帝看上的就没有能逃掉了 看来他一直处于广撒网的状态 汉林帝林姓宫女的时候有一个变态的嗜好 就是喜欢和众多宫女们一起淫乱 经常不让他们穿衣服 就一同进到自己的卧室中宫他淫乱 周里女一八十一人当九夕 师父二十七人当三夕 九平九人当一夕 三夫人当一夕 后当一夕 十五日二片 简单来说 林帝有一个灵性的日程表 汉林帝要在短短的半个月里 和这一百二十一个女子颠乱导缝 这就要求汉林帝灵性宫女嫔妃时 既要方便又要快捷 否则就难能完成这张日程表上所安排的任务 林帝如此荒淫无道 使人怀孕的概率很大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 可能就没有写在历史里面了 也可能在萌芽就被公斗扼杀了 林帝很可能有别的孩子 当然 只是可能 但汉宪帝有双胞胎 基本是没戏的 在电视剧里 中原平定之后 贾宪帝与福寿在民间行医祭士 教孩子读书 那我们不禁有疑惑 汉宪帝禅位后过得到底咋样了 宪帝禅位之后干啥去了 汉宪帝因为是善让曹丕的 甭管主动被动 他算是中国朝代更替背景下 待遇很好的了 曹丕奉汉宪帝为山羊宫 十亿亿万户 地位在诸侯王之上 奏势不成臣 受召不败 以天子车伏交似天地 宗庙 所有礼仪全部按照汉朝的行事执行 青龙二年 山羊宫轰 简单来说 他放下了一切权力所带来的困扰 又活了一四年 享年五十四岁 嗜好为孝宪皇帝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宪帝称谓的来源 汉宪帝流血被贬为山羊宫 居住在山羊城 他倍感事态炎凉 人生如梦 从此大车大悟 他放弃了帝王之尊 甘愿和老百姓同甘共苦 种地交财 虽然 县帝当过温暖皇帝 却摇身一变成为了郎中 探访贫苦深受百姓爱戴 因此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 现如今交作地区 民众为了纪念这位县帝 还形成了很多有趣的民俗流传至今 其中包括称父亲伟大 称母亲伟美 终要不还价 真就不要钱 叫外公外婆为未公 未婆 小编案 我本山羊义公 天下与我合家焉 县帝去世后 他的孙子继承了他的爵位 到了县帝的玄孙时 在永家之乱时期被杀害 最终山羊国处 可以理解为县帝决敌 什么 大汉亡了 东汉末年 天下大乱 相比春秋时期战争的点到为止 和战国时期的佛系战争 汉末战争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更加严重 一种很实际的苦难 再次笼罩在这片大地上 根据禁书地理之记载 东汉永寿三年及公元157年 当时中原的人口为5648万 而到了西晋太康元年及公元280年 这时的中原人口仅为1616万 短短的100多年 中国的人口就骤减3000多万 这和东汉末年的大战乱 以及之后的三国分立不无关系 东汉末年的大战乱都发生在中原地区 人口损失的也大都是汉人 一方面中原汉族的人口骤减 而另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则在大规模内签 民族结构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原本在人口比喻中占有绝对优势的汉人 已逐渐被少数民族追上 公元299年江统在《喜荣论》中说 关中之八百余万口 预期少多 农敌居半 仅算此地少数民族人数 在人口比例中就已达到25% 可见其数量之多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不同的民族开始逐渐融合 有的人说汉朝一结束 汉民的概念就有所撼动了 有的人说汉朝结束了 某种意义上的纯写时代也就此结束了 汉朝已经无能为力 一个时代终会落幕 新的时代终将来临 你会想到 凡玉月所照 江河所至 皆为汉土 你还会想到 民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 对 感谢观看